喔 是這樣子 就發現說 喔 我們這個靈四頂 喔 這個所做過的事情 都記錄起來 然後呢 那個絲毫不爽 因果報應 真的絲毫不爽 不是不報 是時候會到 到了一定報 就看了以後 我就對這些生命 很深刻很深刻的理解 理解了以後幹什麼呢 我不想再競選了 我就知道做什麼事對自己最好 做什麼事對自己最好 那當然什麼最好呢 就幫助別人對自己最好 不是什麼東西想進來 想進來對自己最好 不對 所謂先伸出去 先伸出去 先伸出去 你一出去的話 你看 欸 你們這些力量 當然聯合起來的時候 來助我一臂基督力量有多大呢 對吧 我都不理人的話 剩下兩手 有多少力量 所以要好的話 要先幫助別人 不自己想去忙啊 去賺錢啊 去爭錢啊 去爭錢 跟什麼那個立娃威 那個名威等等 不是 你說自己去幫別人 透過任何的方式去幫別人 而且還有沒有任何的目的 不是說幫你那個目的 你將來會報啊 沒 做就對了 所以我就很清楚以後的話 這個競選不想再競選了 不想 下長也不想再幹了 教授也不想再幹了 也不想 所以就轉向 做這個工作 做了工作以後就開始做啊 做啊 做啊 就這樣一路做回來 做到以後了 現在不要談什麼 以前在大學 這個蓋學生 現在在這邊跟你們聊 這不也很好啊 對吧 現在聽我聊天 跟我愛很多呢 所以我是個七四七四的人 很多人說說話音 沒人要聽啊 結果不是的 很多人要來聽 很好呢 很多年輕人跟我聊聊 七聊八聊 覺得說很容易再來 那這就是因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轉向 我們做任何事的時候 不要考慮自己 考慮對別人有益 做就對了 對別人有益的做就對了 對 後來我悟出一個兩個道理 第一個呢 這個 這個 菇菇水 那個菇水 如果你不給人家 你說這顆菇是我們的 我家的 不給人家用 那麼那個菇水不會多啊 菇水會多出來 菇水絕對不會多 我一定在那裡 對吧 所有鄰居需要的話 要就給 要就給 也會減少 對吧 要不要給 要啊 好 給跟不給 差距很大 所以我現在常常會勸人家 你應該存款不要太多 一百萬 五十萬就好了 多出來的時候 趕快送給那些需要的人 但不能亂送 送給那些需要 到時候自然有 這時候第一個 第二呢 不是 我們不是在做好事 快樂的事 更講的更真實一點的 是生產的事 生產 生產 媽咪 歐子 媽咪 ус 他們在喝里面打買 你好 gi всем 我們相ểu 抱著 兒童保護 你媽的幹嘛 不要管他 不 care 我這裡都不在意 隨你招 你乾脆怎麼招就怎麼招 我這裡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 我的意思是說 會不會違反兒童少年保護法 管那些無聊的人 定了無聊的法 這些都是哪一點見不得人 為什麼一定要把那些 馬賽克 在報紙上什麼都是 莫名其妙嘛 你傷害這些人幹嘛 其實來聽林董講就是 去聽一個不一樣的價值觀 而這個不一樣的價值觀 它其實是更加天地人和 而不是在人事法裡面的小小框框 那個無聊 很無聊 所以幫助別人 不是做好事 是在從事生種植的事 你想 我來的時候 我就種了 對吧 那個都不種 都沒有 這一間種一點 一小顆就一點點 我種了以後 對 你是說樹嗎 樹 古檢樹 檢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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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讀古書的時候有一句話 我已經不懂 我現在很懂 他說上天有好生之德 讀過沒有 有 最少聽過了 上天有好生之德 也就是說 這個宇宙當中有一股很無限強大的力 生命力 它用於幫助人生命成長 幫助人生命成長 然後我現在種了 我就知道了 但是先決條件說 我要去種啊 我來的時候 我這都是岔枝的 那個古檢樹不是 這岔枝的 它選這麼長 我就岔下去 岔下去以後呢 我這邊的水 水會比較低 要這麼高 長一點 那個頭頭去接觸到那個水 所以以後呢 種下去就長這麼大了 我不用跟它灌水 不用施肥 什麼通通都不要 也不用講話 通通都不要 火就長這麼大 這是不是生產的 我去種一下 火就長這麼大 百倍千倍 一樣的道理 一個善的行為 幫助別人的行為 你一種下去的話 老天就可以幫你 讓他這個成長 所以這個 成長 那個善報就會來 所以行善 其實是在種 種的話是生產 生產的話是百倍千倍 所以我們一定要懂得去生產 去種 OK 去種 好 我們有個誠意 我被上一季 你們接下一句 全人種樹 過人生涯 這樣對不對 不對 我一問你們就 感覺是不對 是不跟它 不對 蛤 不對 不對 這也是來這裡 種樹以後 的心得 因為 我不是種了以後 我就死掉了 樹長大了 別人的那兩 不對 因為我種了以後 大概 五年八年以後 樹就長大了 我自己就成糧了 對吧 什麼就是千人種 或人成糧 所以種不幾種 是自己成糧 我 18歲以後 等於 就算它 我最肥的時候 肥到八十公斤 也就這樣子而已 對吧 但是這個是百倍千倍 所以我自己成糧以後 還那麼大的空間 陰涼的地方 如果我一強圍起來 這個樹是我種的 房子是我的 我自己要來納糧 是不是孤單 蛤 我把圍牆打掉 我統統打掉 你看那個都圍起來了 我統統打掉了以後的話 要成糧的通眾進來的話 那是不是分享別人呢 自己種樹 自己成糧 多出來的部分的話 分享別人 大樹的壽命比人長 我死了 我那個大樹還在 還可以讓貨人成糧 所以一定要趕快種樹 種樹以後自己成糧 分享別人 分享過人 也等同說 我們一定要趕快做好事 種善 種下去以後的話 福報就來啦 來來以後自己可以享受啊 就不怕沒飯吃啊 意識自行 娛樂通通就有啦 自己道理是主要這麼多嘛 都出來幹嘛 不要放在銀行 不要房子一棟一棟的買啦 都要趕快去散耀 分享別人 那你這樣分享別人 還有啊 你不要留給祖孫啊 留給祖孫的話 會害死祖孫啊 付不夠三代對吧 那我們就分給大家的話 這樣傳下去多好 這個生命多好 都有意義啊 所以一定要行善 行善是種福 行善是生產 那生產的話 才會百倍千倍 那自己是 享用 多餘的分享別人 不要擁有 如果大家懂得 這個是自然法則 不是腦筋思考 這個思考邏輯啊 不是 是實實在在的生命的原理 那個自然法則啦 所以如果大家能夠多明白一點 這個自然法則的話 社會上那些無聊的抗爭 就會減少 你自己不好好的努力 一天到晚想要減便宜 用抗爭就有 是吧 那大家不生產的話 你抗爭來而而 到時候還是沒有書櫃納量 對吧 這就是喔 我就從 從那個 遇到雞童 那延伸出來的 到時候對這些生命很深切的 瞭解以後的話 那我們就別的都不要做 我就選做三件事 思觀 啟難記住 跟收養這些孩童 對象都是 三種的對象 都是政府 依法不能統治的 實際上求助我們 好 那我們就來做這個 思觀知道嗎 是啊 沒錢買棺材 我們堅權給他買 讓他走完人生 最後一程 是這樣子 每年的數量非常可觀 從那個年開你可以看到 哇 上千萬 什麼上千萬 要快要盡益了 我盡管 對 思觀跟極難記住 我現在一個月捐出去六百多萬 錢在哪裡不知道 就是景水的道路 人家來申請 我一個禮拜之內就 就租票機出去了 先出去了 千萬就進來 千萬就進來 所以一定 要先伸手去助別人 其他的助手就會進來 你不幫別人沒能幫你 對 就算你做生意 想要做成功 先為別人想嘛 產品要好嘛 服務要佳嘛 價錢要公道嘛 這時候先為別人想耶 你要品質不好 要利潤高 想自己的利潤 服務又不好 誰買你的 其實基本原理都一樣 做這個更好 因為那個做鑽多了 都會留給主持 那個鑽多了以後 會車嫖毒 很危險 這個不會 對吧 聽到這個地方 大家有沒有什麼 是